石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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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老师 这个应该说是我的地盘 但是前面就是电视台 我们经常下了班以后到这边来吃喝玩乐 因为这边你看 它是一个极购物美食工艺品为一体的一条街 所以这个街我特别特别手机 但是还是有不懂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街为什么叫石泉街呢 是因为它什么都有石泉石美的关系吗 你讲有一点道理 但是没有讲到源头 早些这条街上面有四口水井 井就是井泉 所以叫石泉街 那个泉 石泉街 后来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江南 他住在这条路的后面下唐街 皇上那是 乾隆皇帝他自称的石泉是美的 叫石泉老人 嗯 那么下面的呢拍他的马匹 就拿这条街 叫石泉街 改成石泉街 哦 石泉街 古时候曾经分为三段 从封门桥到新造桥一段 叫做封门大街 新造桥到乌雀桥一段 叫做石泉街 乌雀桥到人命路这一段 则叫做大太平像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三条路经过一轮拓宽改造 合并成了石泉街 改造前的石泉街是个什么模样呢 老苏中文曾经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它 树杀 树杀 很厉害 就是以前的这条路很斎 在路上没有树的 光土土的 所以在这很晒 人走了很长的一条路 太阳照了 晒了很厉害 叫树杀 但是我们看现在石泉街的一大景观特色 就是这边有很多的梧桐树 对 就是你在这走的时候 就有一种来到法国的感觉 尽管如今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 为石泉街摘掉了晒晒的帽子 带来了不少清新浪漫的气息 但是作为一条很有年头的老街 石泉街就像是一本厚厚的现状书 位于石泉街南面的五龙堂 就是一片书籤 记载着古代苏州人求雨的故事 早在五谷的时候 这里就是龙堂 所谓龙堂就是有一个水堂 叫求雨的地方 要求雨的地方 后来到了宋朝的时候 真的求雨了 求雨有些很零 古龙堂就是因着这巷子里 用来求雨的几眼井水得名的 现在其中两眼井水旁设置着祭坛 可见五位龙王依然拥有不少粉丝呢 因为我们苏州这一块地方 应当是风调雨顺 一般来说隔一段时间就要下雨 但是为什么零呢 因为求雨不是一天两天 他求五天六天也有 求十几天也有 甚至于求一个月 等于就是天天求 那雨下来就是为止 下来为止 一下雨了 不是求雨求到了吗 这个老百姓的这个 当时的脂肪为什么这样呢 下午世纪六七十年代 因为涉外宾馆多开在石泉街 这里成为了中外友谊的见证 石泉街曾被改名为友谊路 由于壮民国时期的建筑被包围在这些宾馆的范围内 有没有看到我身后这个还算高端洋气的小洋楼啊 那它呢是一个名人住过的 是谁呢看看这边有一个牌子 蒋伟国故居 蒋伟国何许人也 是蒋介石的二儿子 那么在1927年的时候啊 这个蒋介石因为种种原因 要迎娶宋美龄了 所以呢他就把自己的原配 以及自己的这些侍妾呀 儿子呀 发到了别的地方去生活 其中二儿子蒋伟国 就来到了咱们的苏州 在这里居住了11年 在这上了初中高中大学 度过了快乐的童年生活 那么到了1937年的时候 哎他们走了去了重庆 然后无情的再也没有来到这里 这座三层小洋楼 是蒋介石被姚也成和蒋伟国母子俩 在1928年建造的 取名为丽希阁 有着夕阳无限好的意思 可是他没想到下半句只是近黄昏 似乎带着一些预言的意味 如今小罗被改造成了宾馆客房 推开厚重的铁翼玻璃大门 彷彿一瞬间回到了 金本世家的民国饭中 在蒋伟国的故居当中啊 有一幅油画 往这看 这个里面 仪表堂堂的男主角呢 就是我们的蒋伟国了 而对面这个女孩子你看 充满了江南水香气质的 叫做施丽玲的女孩 她们俩啊 就是青梅竹马 两脚无猜 在这里度过了她们甜蜜的恋爱时光 据说这个女孩子已经得到了 蒋伟国母亲的认同 本来准备走入婚姻的殿堂了 但是呢 天有不色风云 战火纷飞啊 她们俩最终酷鸣鸳鸯 没有走在一起了 气气惨惨气气 在小楼的二层 蒋伟国和养母房间相对 中间是会客厅 无论是墙上的老照片 还是一盏盏碧灯 都在诉说着这段如烟的往事 蒋介石为这处洋房花费了两万银元 她在当时是苏州最豪华的花园洋房之一 在石权街中段 我们陷后了这群玩非洲手谷的年轻人 老刘是这家文化工作室的头儿 大从工作室在这扎下根 跟着他玩手谷的伙伴们就越来越多 是很有画面感 眼睛一闭吧 我就感觉到一个非洲的母狮子 跟一个公狮子在草原上面狂奔 就那种感觉 我是公狮 当源自非洲的坑枪古典 想起在石权街的粉墙带瓦仙 这样另类的黑白配却也不显得突兀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种模样的石权街 好在这条老街就像是一个白宝箱 无论是老者还是小青年 是观光客还是居家过日子 在这里都能够各得其所自得其 优优独播剧场